大家好,平时要多吃这酥馅包子,我家三天不吃就馋这锅包子,教你调馅以及和面配方,不用提前发面,简单省食,各个都是蓬松轩软不塌馅,馅鲜味美,做法简单又营养,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准备半个冬瓜,先把冬瓜皮给它削掉不要。 然后把它切开,去上去籽,下面利用擦丝器,把它擦成冬瓜丝,全部都把它擦成这样的细条,里面放入一小勺白色的食盐,先给冬瓜撒下水,这样更入味好听,下手把它转拌均匀,放一旁,先腌制三分钟,接下来准备一个胡萝卜,再给它擦成细丝。 上面再撒入少许白色的食盐,转拌均匀,把胡萝卜也腌制一下,放一旁,给它腌制三分钟。 这时候,我们的冬瓜也腌出了那么多水,现在取出来挤干里面的水分。 挤干水分,用手把它抖散,放回圆瓣中。 胡萝卜挤干水分,放到一块儿。 下面开始挑屑,把粉条倒进来。 先给它炒饭均匀。 再来挑味,放入切好的葱花,放入少许蚝油,生抽,多放点香油,胡椒粉,鸡精和味精。 排骨料,再放入一丢丢的食用盐。 因为冬瓜和胡萝卜,用盐腌过了。 再一次,用筷子把它炒拌均匀。 像这样,一道美味的馅料部分就调好了,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,咱们来和面。 大碗中倒入150克玉米面。 里面倒入150度刚烧开的开水,先把玉米面给它烫一下。 烫过的玉米面颜色更加的漂亮,而且细腻好吃。 先把它汤制,这样的颗粒状,放在这里温度给它降至30度左右。 玉米面晾至不烫的时候,往里面倒入三克酵糊,两克五里泡大粉。 再倒入150克好面。 把这两种面融合到一起。 再倒入温水,把它调成大面具。 然后在下手把它剥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 最后把它放成这种不软不硬的面团。 不需要饧发,直接把它取出来。 安满撒入少许面粉。 把光滑的面团放在上面,再来揉一揉,给它揉光滑和均匀。 最后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 把它放入长勺。 放好之后,再给它切成大小平均匀的面筋。 先取出一个面筋子,用手把它揉成一个圆形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然后,案板上撒点干面粉。 取出一个筋子,放在上面,把它按扁。 用擀面杖,再给它擀圆,擀薄。 擀成一个包子皮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面皮全部擀好,放入我们调好的冬瓜、萝卜、很小事。 按照自己捏包子的手势,把它捏成一个圆形的小包子。 最后,再捏老糊钉。 放到案板上,再来再团一下。 好了,像这样一个漂亮的鱼饼面包子就包好了。 先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,锅中加水。 把包好的包子放到壁子上面,抓进来。 放包子的时候,咱们把包子中间给它留住足够的空间。 这样包子在醒花的过程中,就不会粘到一块。 把上面再放入一层。 上面盖上盖子,让包子在锅里面醒花至1.5倍大。 顶房长10分钟,咱们打开看一下。 这时候,咱们的包子用手一按,迅速回弹。 像这样,就说明醒花好了。 盖上盖子开火,上气即时,蒸12分钟。 包子蒸好,都需要焖,直接打开盖子。 哇,非常的香。 大家看一下,非常的鲜软。 不会说不塌陷。 不过皮也不露馅。 装入漏筐中,一道非常好吃的玉米面丼瓜馅包子就做好了。 大家看一下,包子皮非常的松软,颜色漂亮。 看看里面的馅料。 哇,太香了。 特别的诱人。 看着就很有食欲。 我先来尝一下。 嗯,真的是太好吃了。 馅料又鲜又美味。 这样的冬瓜馅包子,比如肉包子,薄薄馅包子都要好吃十倍啊。 就连测试的牌子出锅都抢着吃,每一个都非常的轩软。 薄皮大馅。 关键它的做法非常简单,不用其间画面,就连新手,一次也能做成功哦。 粗粮细做,简单又匀啊。 喜欢的朋友,带你收藏起来,有时间试试吧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